什么叫阴厌呢 就是刚才所说的 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 那叫阴厌 太威胁了 我们没办法想想 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 你怎么想 我们今天用照相机照相 快门 有百分之一秒 两百分之一秒 无百分之一秒 千分之一秒 大概五百分之一秒 照喷射机就没有问题 它那么高的速度 你快门赶去 照片 往往往它没动 五百分之一秒看飞行 没动 那千分之一秒就更逼真 还有一个概念 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 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 一念之心 这一念呢 有五致现象 有精神现象 你来菩萝拉菩萨告诉我们 念念成心 心就是物质现象 那五云对着四 心结有始 每一个物质现象里面 都有受相形式 佛法讲的 无运呢 心经很多人念 心经上说 观自在菩萨 行 身般若 般若美多时 照见无运皆空 无运是什么 无运就是一年 这一年被科学家发现了 真正找到物质的根源了 物质是什么东西 明白了 佛经上讲的物质 佛经上讲的物质 就在一年当中完成 科学家称他做 唯一种子 体积多大呢 科学报告里面说 是一个电子的 一百亿分之一 一粒电子 电子的肉眼看不见 那电子的 一百亿分之一 就是一百亿个 微中子 纠缠在一起 纠缠在一起 等于一个点子 这么小的东西 这里面就包圆满了 包括三地脂肪 前面讲的空间中 圆满包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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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